西医的由来是源自古希腊 但是那个时候它跟古中国一样 就有这种四元素的概念 五和五希腊 它认为人体只有四种液体多长 四种性质 有血液、胆液、连液这些东西 不去追究啊 他们跟中国的晚上 然后人体 它这个热冷干湿 就是因为血液是主导 然后很多都用放血疗法 当然也有一些偏方的 就是这个外科 外部 以外观内 后来呢 一段时间宗教圣情 这个国家 这个统治下 他就是 认为这个 上帝对人的惩罚 也生病了 没有祈祷 然后这个 画幅念咒 也有这种 有没有用 有的还真的有 这个就有意思了 有机会再讲吧 不知道能不能讲 嗯 但是他就是没有成成这个一个体系 随着人们对这个客观的实物的 证实啊 因为西方的他们这种 这种思想啊 看得见波子朝的 实际的 精细化 科学医学呀 各种思想啊 都是这样发展来的 最初都是原则于哲学 然后 当然啊 那个时候 那个那个 血呀什么 黏液这些能排泄出来 他们能看得到 也是以这个为 基点 近代医学呢 他是 从这个 解剖学 开始 他这个 解剖死人 四百年前 他 机关已经不动了 他也通过这个研究 而现在医学 真正的 活人解剖 只有 一百年的历史 而中国在自古之前 给他走了两千五百年 点缺 等等 那个时候 那肯定不是他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 他的这个 根据这个 通过实证科学啊 加上显微镜啊 等等技术 他通过微观的这种 局部的 他找其中的这个 这个病理 发现这种变化 建于 外来的 这种 外在的科科科科技术 成品 治疗 以及化学的这个发展 他结合这种 啊 合成一些化学的东西 我们说这些东西的 包括他植物中提取 啊 各种各种的高能量 集合在一体 这个东西不然好 人体能吸收吗 他是反自然的 他是非自然的 啊 你打比方一个盖片人吃了之后 当时是补了 但是后发现他这个 因为提 那个提成的这个 他不仅 没有 给你 长期的 存 反而把你原有的 一起拿走 带走 而他的这个 手术学呢 动不动这个不行 切啊 割啊 那个也没用 人体什么都没用 啊 人要进化啊 这些东西还没有进化完 开玩笑 我自己就是个 深刻的例子 从小家人 大人也不懂 然后就事后就发现这个 元气大伤了 从小这种免疫力啊 各方面的 对对对对 都要比别人差 直到现在我通过一些 慢慢自我调整 才才开始好起来 再开始 逐渐的转好 再开始